傾听跟陪伴是最好的方式 就是在他最无处的时候 你在他旁边站在他那边 就是才是我觉得最棒的方式 HBL青年在线分享 自己遭遇负面情绪 应该如何处理 根据卫福部国人死因统计资料显示 北市从110年的11.2% 到111年的13.7% 迈向新高点后 出现下降趋势 分析主要原因为 忧郁家庭问题以及课业 特别是青少年的族群 是我们自杀的一个高峰 青少年在人生的阶段 其实面临许多的转折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有开设特别 青少年的健康之群门诊 我们也了解青少年在就医 有时候不管是客观因素 或是主观因素 可能会比较不好意思 或是说不敢往前 所以我们特别开设这样的门诊 我们有去特别去分析过 那很多人事实上 他可能有一点迹象 可是他没有下一步的作为 那没有下一步的行为 代表可能是 也许是资源不够 或是他们找不到一个地方 最重要的是告诉大家 有这个部分可以来参与 可以来咨询 我想这也是台北市在122年 会有开始下降的一个重点 不及7年 北市其中15到30岁年轻族群 卫福部则是15到40岁提供心理健康支持方案中 都能使用三次的免费咨询 不过留意负面表真 还是身旁朋友家人都是能做到的及时帮助 平常的这个生活习惯都改变 平常很喜欢出去跟朋友 不管是运动打球聊天 怎么最近都找不太到人 那或是说平常学业表现还不错 怎么这个成绩一下一落千丈 或是甚至连平常最爱吃的东西都不喜欢吃 平常的朋友都不联络 那我想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现象 那这边也鼓励大家 在有发现周边可能有这样状况的时候呢 发挥一个不管是同学或是朋友 或是家人的一个关怀 我们台北市的心理卫生中心 来寻求心理智商的服务 那它的号码是3393-7885 卫生局表示主动关心 留意身旁朋友的表届样态 有没有和平常不一样之外 像是1995 1925以及1999 转8858 都是免费咨询服务专线 接触喘不过气的心灵耗损 都需要你我留意 任意新闻经济梁海耀 台北青龙报道 热闹感 好了 准备